謝謝大家 因為我下禮拜四要上台北 然後參加Evernote研討會 然後我是其中一個分享的講者 分享我自己使用Evernote的經驗 然後他說下禮拜四應該大概有 快兩百人的一場研討會 然後利用這次機會先練練感一下 演練一下 長度上它大概接近20分鐘 然後我盡量控制時間 那我講的主題就是 8小時到24小時用的工作密集 那其實不是真的讓大家說 你的8小時變成20小時 也不是讓你說你整天都在工作 而是說我透過Evernote以後 就是提升了我三倍的工作效率 所以就是 比如說我原本工作時間是8小時 然後提升了三倍就好像我多了20小時的工作時間一樣 這樣子 那在介紹我就是使用Evernote的過程 我先讓大家了解一下我的一個身份角色 然後這樣來代入說我是怎麼樣應用就是Evernote這樣子 那關於我呢 就是我本身的工作是科福部主任 就是我在仁林上擔任科福部主任 那我每天要處理大概上百分鐘的電話 那同時我還要訓練新人 這是我的工作 那另外一個角色呢 就是我是職工 我好像比如說像焦點同意的職工啊 對那個焦點把那個Loto付檔給我 下禮拜就把它放上去 可以在兩百人面前這樣曝光 好那再來一個身份就是 我是Evernote的重度使用者 就是我現在工作啊生活啊 只要想到可以寄東西的我幾乎都使用Evernote來做就是紀錄這樣 所以呢等一下在聽我介紹我的方法的時候 你會可能會聽到我一直很promoteEvernote之前很正常 因為就好像你今天去請一個競爭物的粉絲 然後請他什麼形容競爭物 他只會跟你回答 哇他很帥他很棒他很讚 那他那麼別的 嗯我愛死他了 所以大概你等一下會聽到我形容Evernote 可能就是一種這樣的情境 但是都不要意外嘛 因為我是中路使用者這樣 好那接下來我要講一下就是 關於我這樣的角色呢 我面臨到什麼樣的一個工作挑戰 第一個就是 當我每天打開資料庫 就是資料夾的時候 就會看到我很多文件 我在我的公司工作了四年快五年了 所以我累積了很多很多文件 每次我要找資料的時候打開資料夾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就要開始一個一個找 這樣找資料是多麼浪費時間的嗎 那當然你為了要節省找資料時間 就分類了 可是每一年每個月 哇分下來 其實也是要花一段時間很少耶 那大部分的公司都只用微軟系統嘛 就是他沒有麥金卡系統 所以他就沒有很好用的SpaLine 所以他沒辦法做搜尋的工作 那我面對資料太多就是我第一個挑戰 那我怎麼做呢 就是我利用Evernote裡面的一個功能 然後來建構一個半公寓的概念 就是說我今天把所有資料都丟到Evernote上面 那Evernote裡頭呢它其實有很好的搜尋裝置 然後它的搜尋功能呢 怎麼操作呢我給大家講解一下喔 就是我透過我的電腦 然後把所有的資料呢都記錄在Evernote上面 那在紀錄的過程 它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而且我非常喜歡 就是轉記系列 那你有使用Evernote的話 你會有一個專屬Evernote的郵件信箱 那譬如說因為其實公司來往很多都是靠Email 那譬如說你收到這封Email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說這裡面的附件檔案啊很重要 你覺得以後會用得到 所以你要存檔對不對 一般什麼 然後下載來幫忙資料夾 可是你不用直接這封信件原封不動 轉記到你Evernote的信箱 它就幫你生成一鍵即是 而且呢你可以同時在轉記的過程分類 然後做標籤 所以你原本要做好幾步的功能 只要做一步 那再來它還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就是搜尋的功能 轉記到你的記事裡頭 你也不用去花太多心思做分類坦白說 只要你覺得它是用得到的 我就是分一個 我有一個記事本叫做辦公室 就是反正我待在辦公室 就一定能用得到這些資料呢 我就放在那邊 那我搜尋的時候 我只要批關鍵字的Word 關鍵字上去搜尋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聰明的地方就是 它的附件就是其實是Word Word的檔它不用打開 它會幫你搜尋Word檔裡面的分成字 所以你不用信件裡面打什麼 只要你的那個關鍵是 裡面的檔案有跟這個有關 那就可以找得到 所以非常不便 那透過這樣的循環 我就只要把所有我該要用的資料 然後把它全部就轉到我的 我認為的一個記事本裡頭 它會形成就是一個雲端 那我什麼呢 就從它邊拿就對了 那它就是一個我們之間的循環形式 它會 當你資料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其實你的效率會越來越好 因為你找什麼很快就找得到 那再來我第二個挑戰就是訓練新人 那訓練新人為什麼會是我的挑戰呢 我剛剛有說我每天要上百分的電話 那我又要撥時間出來訓練新人 那在我的工作崗位 其實不允許我有太多的時間 就是專有的時間去安排訓練 就是新進的同仁 所以我必須要自己找我 零碎可以運用的時間 那這樣導致什麼狀況呢 就我剛剛升主管的時候啊 我遇到最頭痛的問題就是 第一天就有兩個人報到 然後呢第二天有一個人報到 第七天有一個人報到 然後可能第十天又有三個人報到 那我就會搞亂 就是我到底什麼東西有教 然後什麼東西沒有教 然後常常就是我以為 我沒教的其實已經教過了 我以為我有教的我根本就沒有教 所以就變成說那些新進行會覺得說 欸有些我根本就不知道 然後可能那麼喜歡被你罵 他可能就怪我 但他不敢怪我啦 因為我就主管 但是我不希望 就是給下面的學校就是說 就是這主管真的很粗號啊 明明就沒有教 然後這樣害死我這樣子 所以我也不希望 就是給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透過 那我要怎麼訓練他們呢 我就做了一個東西 叫做流程模板 就是我每一個新人呢 我設計好了一個訓練流程 然後 怎麼做呢 這是我的那個 就是擷取其中一則即使 那這是我的模板 我自己設計的 那 新人報這是我的模板 那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做完這樣的一個流程 只要再Copy 然後它全部的那個連結都幫你Copy好 然後你生成一個計師 那我第一步 這個新人報會改成那個新人的名字 還有它的分析 還有它的email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就是我這邊可許方塊就是 Evernote裡面其中一個功能 那我透過這樣勾選的動作 確定我哪個新人教了什麼 哪個東西沒有教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計時連結 是我們 我剛才就說我們很多很多的資料 那很多的資料 我收聽會漏掉說 你以為這個資料你有教過嗎 可是沒有 那為了提醒他 可是那個資料怎麼做呢 就是你以前存在我的Evernote裡面了 那你把那個機制連結複製起來 貼在這裡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超連結 所以你不用再說 我要把那個檔案抓過來 然後索材在這邊 或是附件在這裡 不用不用 是把那個連結貼過來而已 就是複製貼上去 貼得很簡單 所以我就很快地做好 這樣的一個模板 然後我會有就是 每天的就是分配進度 因為你知道現在的新競紅人 你下次塞太多東西給他 他就隔天就走了這樣子 所以你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呢 你就只能說 我來分配 即第一天是消大概多少東西 第二天是消多少東西 第三天 他就這樣按不就班 這樣的效率下來 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的流動率 降低了就是百分之五十吧 對 等於說他們就是定住率提升了一倍 對我來講 就比如每天找人啊 都每天訓練新人 也是很累的這樣子 好 那講到這邊我要先暫停一下 為什麼要暫停一下呢 因為 有些人完全說 嗯 可是好像不用透過Evernote 也可以做到這些事情啊 你可以自己就是 原本的握的表單 然後設計好 然後就是定時去做追蹤的進度 好像不一定要透過Evernote的吧 事實上也是可以啦 真的是沒有錯 你不一定要透過Evernote 可是我要講的事情是 就是在現實的情況下 工作呢 常常會遇到不可抗議的無法因素 就是說本來我今天的進度是要做這些事 但是因為剛好什麼緊急事件 或是老闆突然交辦事項 或者是客戶那邊突然什麼問題 導致我原本要做的事情要delay 可是這一旦delay之後呢 可能記得還好 但是你忘記之後呢 或者是說 它delay你不曉得到什麼時候 當你要回想的時候 你可能就回想不起嘛 所以通過Evernote它是 它就好像一個網子 它在你就是沒有空檔的時候 幫你撈住那些就是你漏掉的事情 然後當你就是有空閒 或是有心力的時候 可以回來把你網子內的事情 然後一一的處理掉 所以我覺得Evernote的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你既是當然可以用很多種方式機制 工作也可以用很多種方式去做工作 可是沒有一個東西是讓我覺得 它可以像網子一樣 幫我即時撈住我漏掉的東西 那我遇到的第三個挑戰就是時間分散的問題 那什麼是時間分散呢 其實因為我剛才說我就是志工 如果大家是志工 那志工其實在統籌的過程 因為每一個志工他們都有他們各自的時間 然後他們有他們各自要做的事情 然後大家做辦這個活動 就是用自己的零碎時間去進行 那所以一定不會有所謂的統一時間 那沒有統一的時間 你又要讓他們就是可以利用 零碎的時間去做他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難度還頗高 而且志工很清楚 所以你不可能像在公司一樣 就是命令的 我跟你說 你知道做什麼什麼時候要交給我 對那它可以付尿你啊 反正你也不能用怎樣嘛 對 對 所以這種情況下 你不需要有一個讓它有自發性的動機 所以我解決方式是用共用計 共用計時 那這東西我們現在建立就是 我一樣剛才造我們剛才建立了模板 然後身子就是 然後共享給所有的志工 然後這種時候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我講一下 就是原本呢 每個志工就像中間隔一道牆 就是誰在做什麼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 其實有時候跟主管下屬也有點像 那你透過共用計時之後 因為所有東西都透明化了 那牆就被移開了 他就發現 我看得到 你看到我耶 我誰在偷了 我都看得到 但是這種是一個團體的 那個就是 那個什麼 就是 團體的一種 就是激勵的效應吧 就是你會收到同儕 就是比如說 因為一定會有當中 有人比較認真 那比較認真 他的進度你都看得到 我說 他已經做到多少了耶 我好像都沒有動不信 對 那我覺得應用在如果是工作當中 主管在追蹤進度的時候也很好用 因為有時候你要一直 追你下屬的那個慶祝 有時候會被討厭 就很好煩喔 就一直在 一直在顧摩 一直在顧摩 我就有做啊 一直問了 然後 然後 我又變成那種討人厭的角色了 所以 我也避免 就是 讓我讓人家討人厭 所以呢 功用技師就是 欸 好啦 那有做進度你就放到功用技師上嗎 我看得到我就不會找你問啊 那這樣的不信中 他自己也有壓力 就是我不用盯他 還是知道已經有人在盯他了這樣 所以 對我來說功用技師他發揮的功能就是這樣子 那 最後 我要談談就是 關於 Evernote的一個另外一種應用 那我想談一下EHR 因為我本身在人力廠工作 那其實所謂的EHR就是 把所有的能力資源管理呢 一化 簡單講就是這樣 從那個招募啊 然後 採取人才啊 教育訓練啊 然後你要把它擺在什麼崗位啊 然後留住嗎等等 Anyway 那你在音化過程 其實如果 一家公司要做EHR 他通常要去外面造廠商 把他們可能客製化 或者是買套裝的 嗯 的系統進來 那其實不算費呢 都還蠻高的 而且有時候買進來的人 如果沒有客製化 都不一定 適應就是 可能就是你們的企業火花 或是公司內部的系統 那可能變成所有的人 都為了要學習 這套系統 花費了很多的時間 那當然 呃 開發EHR的廠商也很開心 就是 因為一旦你 就是適應了他的系統 就離不開他了 因為 你要再去適應別的系統嘛 又要花一段 一個 就是一筆錢 然後要花一段時間 然後又會要遭受 就是很多公司員工的一個抗虛 那 EHR 我要講的是 透過Evernote 其實也可以做得到 呃 我在人力航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很多常常 呃 跟我就是 抱怨一件事 他說 呃 我在人力航刊指缺 然後我每天收到語力表 走出 綿滿的分 主動應徵跟 人力航推薦的配對名單 那他會 光每天配對名單 就可以上百分 那你一個禮拜下來 有多少 不公平利用 所以有時候常常 這麼多語言 他就不要收了 那可惜 就是 他可能就錯過了一些 適合的人群 然後有時候他說 我自在再上去 人力航上去搜尋 可是我覺得 其實這樣的一個資料 有什麼 如果 你把它留在人力航上面 就說你當然要一直跟人力航 就是 序約啊 才可以用那些資料 對 所以我接下來講 就是 可能對人力航就會衝突 就是 如果我這些資料 我可以 我一個好好的系統去 讓我去做管理的話 那為什麼不呢 所以 你透過Evernote 我剛才講 我現在整合剛才我運用的東西 我說辦公平的概念 我說轉記 計時的概念 我把所有 我把我Evernote的專屬帳號 放到 就是 直缺的那個 接收 接收信的那個Email 所有的語言表 都轉到我的Evernote 然後呢 你要找語言 你就會搜尋 你要分類 你就先搜尋 我要 就是Gios 什麼樣技能 先搜尋 他自動幫你搜尋出來 然後呢 你再把它做分類 那你要 譬如說 給你的主管看 那就是 共享給你的主管 你的主管有什麼指示 哪些不要 然後他自己刪掉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說 哪些是他要在面子 你就可以進去 所以 是你們無形中之間的 那個 呃 就是 是20分鐘知道了嗎 是 喔 嚇我了 所以你們無形中 其實就是 簡便了很多很多的 流程 那 這個就是一個 呃 運用Evernote 然後來結合EHR的感應 那你其實不用花很大錢 你就可以 而且你建的這個東西是 你本來就習慣怎麼做的 照你習慣的方式去建一個流程出來 所以你不用有花新的時間事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這東西 它可以 應用性的很多 那 我講到你了 對 所以 如果說就是 在座啊 你們可能是 人資相關工作 然後好像有一個 是不是 對 所以你可以 好好運用一下 就是Evernote的東西 可以幫你簡化很多很多的時間 因為 光篩選資要做花很多時間 就是 有時候 你通知求職者 哪些有到 哪些沒有到 哪些還要再聯絡 那麼多履歷 你要怎麼管理 那我覺得 要找到一個好的工具 檢便自己的流程 那 這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 所以 最後就是希望 大家使用Evernote 愉快 謝謝 謝謝